?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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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影片想要錄一個 vlogcast是我之前在看其他人的youtube影片的時候看到一個就是他在錄vlog然後加podcast 所以就組合起來變成vlogcast 然後也因為這次的trip我有很多的感受 有點懶惰打字幕 所以就用錄音了 雖然我聽自己的聲音很格力 而且我錄完應該也不敢再回去聽 但是就真的很懶惰打字幕 所以就用錄的 我們來蓋他那個嘴巴 到底為什麼可以吃到假 先講 然後這首歌很好聽所以我先閉嘴 好 好 好 new Sally, new city, new webinar new weather, new letter, imma get it now try'n tress my patience for d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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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o com and can't to know me, baby d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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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o i been by my lonely, baby d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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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o put it down on me now d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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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o you'll be all I need 这次的trip其实订的很临时 我大概是前两天才订好在瑞芳住宿 然后因为其实我原本只是预设想要看海 然后就当做一个生日solo trip的感觉 所以我什么行程都没有找 只订了在瑞芳 然后其实我之前打工话数也来过 所以其实是蛮熟的 然后这里是瑞芳 9份老街 因为我那时候只是看公车站牌有这一张 然后就之前好像有来过又忘记了 所以我就来 结果有够多人真的是很费菜 一大堆观光客看我这脸 看得出来有路 我很努力穿过人潮 然后下一张才是真正拆了一张的地方 我刚刚讲这一趟其实是想要看海 所以其实我是想要找那种步道 然后可以看风景 因为真的是很久没有看 然后在九份老街的时候 刚好刷谷歌妹就看到这个点 然后其实这个步道也很短 只有100多公尺 还可以看到 就是走上去还可以看到营阳海跟山 然后走上去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有吓到 因为那风景真的太美 然后我觉得可以讲回来最近的菜地震 就是最近的菜地震就是有点焦虑 又不知道在焦虑什么 然后那时候我觉得一个最明显的感受 就是那时候看到这个景色的时候 而且你听那个鸟叫声 那些风的声音啊 人的声音啊 然后看到这世界这么大的时候 我真的是会觉得自己焦虑的事情 都不算什么 就是那种感觉 然后刚刚开始讲瑞芳 其实是我打工幻术有来过的点 然后其实那时候出瑞芳火车站那时候 其实所有的环境都很熟悉 然后我有点吓到 因为其实距离上次打工幻术已经很久 差不多快一年多 一年多快两年 可是那个地方还是 就是那个地方还是那个地方 然后我走到哪一个巷口都会记得 这里是有什么炸炭中油饼 然后什么什么的 所以 那时候就想到打工幻术的蔡立正 多么的勇敢 竟然这样自己跟女的 不自己跟女的 就是自己一个人 就 只是想要玩 想要出去看世界 就这样子去 我觉得那时候的 我 很勇敢 然后 就是在看这片风景的时候 就在想着这件事情 嗯 刚刚走完那个步道过后 就回到来民宿 然后 就准备吃晚餐 其实刚在那个步道 还有 我也是呆了 也没有很久 但大概 一个小时 多 然后 中间其实就有 有 其实那个点也是有点 完美景点的感觉 所以 其实跟我一开始 想的有点 不太一样 因为 其实我是想要找一个 安静的 比较少人 没有人的地方 抗海这样子 但是 就陆陆续续 人走上要走下 然后其实有点巧 但是 我觉得在刚刚那个看牌的过程 还是有 想到一些事情 哦 这里就是刚刚的那个 瑞芳美食广场 之前 打工话说的时候也是有来 然后 他招牌好像换新了 然后 本来我是想要在这个 就是在广场里面吃 但是有点 因为要拿相机拍自己 有点太 不好意思 我真是不懂那时候 打工话说的时候 怎样做到 反正我就 打包 外带回来 民宿吃 然后还买了一杯手摇 在步道那边 想的事情 是 我就看着那些风景 然后就很努力在整理 自己到底在焦虑什么 其实有知道自己在焦虑什么 但是有点 现在有点不好意思说出来 毕竟这是YouTube 然后 反正就是 我觉得最明显的感受就是 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就是 我觉得 能活着就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 然后 我觉得过去是因为我自己 一直把自己 困在一个小小的房间 小小的世界 所以就会觉得 我好像在烦恼 真的是 很烦恼 但是 那我那边风景的时候 其实就有点 放下 也不是 就是 比较可以 接受这些位置 接受这些焦虑 所以 晚上那时候 其实还空了一段时间出来 弄学校的事情 因为学校的事情 其实还是很多 嗯 对 这里要被注一下 我在喝水不再装可爱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我喝水不要吞 然后就是一直喜欢这样 汗在那里 反正就是 学校事情还是很多 所以晚上还是要弄 然后其实有点不太喜欢这样 因为 就出来玩 还不能好好放松 还要弄学校的事情 但是 没有办法 因为这次其实 我知道自己很需要这个trip 很需要好好放松 所以 还是定了这个trip 然后出来 中间还是要弄学校的东西 然后 就到第二天 第二天其实还是找了一些 看海行程 我在这整个trip的最后一天 回去台北的路上的时候 我写了一段话是 靠着自己去做一些想做的事 回过头来看自己真的做到 这样的感觉很棒 我觉得 我觉得 那时候回去的时候 就是我回到台北 然后吃午餐的时候 不知道干嘛 就突然间好像被雷劈到这样 然后突然间 就是有一个很 正向的 感觉 的 感觉 突然间 突然间觉得 诶 拆的一层这样自己一个人 莫名其妙 这样突然间定一个住宿 然后他想去看海 他就真的看到了 我觉得 自己可以去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 是很 厉害的 因为在这trip之前 其实我就 一直觉得 哇 自己什么事情我做不好 很多事情 不管是学校的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 其他事情 我都一直找不到一个 可以 觉得自己 很棒的点 很 怎样怎样的 然后 一直到现在 到 到 生日过后 然后还是这样子觉得 所以 那时候 前一阵子的时候 翻回去看自己 我在找自己想做 喜欢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 每次有人问我 你喜欢做的是什么 你 你 你最喜欢的事情 是什么 我可能都会讲 拍video 拍vlog 所以 也才会在这个soro trip的时候 拿起 一个vlog相机 已经放在抽筋 一块 要深归一层的 相机 因为我觉得 记录自己的状态 然后拿 flo 像记录起来 录 我觉得 那感觉是很 不一样的 那时候 我就回去看自己的flo 看 不管是 打工幻缩的flo 还是 这个 存家 跟教会的flo 或者其他的 我 看 靠 透过那些影像 看过去的自己 我真的觉得自己很 厉害 但是 在还没有这个trip之前 我有点 就是肯定不了自己 这样子 然后 那时候 就是回去台北的时候 就突然间 像被雷打刀一样 突然间觉得 哇 我穿力的也是 够厉害喔 这样就这样 看了还 然后中间还要处理这么多事情 处理学校事情 还是可以有一点收获回来 我觉得 这个是 这整趟trip 跟这整个video 最主要 想要 记录的 然后希望刚才没有人 再注意到我在吃早餐的时候 那个大肚囊 可能是 可能是 可能是可以再 大肚囊一点 有点睡不着 下一站 这是一个叫 比头脚步道的地方 就是 要从瑞芳坐火车 然后绕过这个S字形呢 很多个S字形的 的路 然后 这公车真是有够恐怖 因为它就是会很贴着 那个 那个 最边边那里 就很 真的很恐怖欸 但是那个风景又很美 反正就是绕很多很多的山路 然后 就会倒 但是 我觉得 我想 就那时候看到风景的时候 又在想一件事情是 其实我在台湾也三年多 快四年 然后 每次过年回家 就会被亲戚朋友问 讲说 你在台湾这么久 整个台湾去过了吗 什么什么的 虽然是不知道他们是客套话 还是什么 但是 这个问题每次就会被问 可是 我这次回家过年的时候 其实有在想一件事情是 就是 就很像我们这种 就是 外国来的 来台湾的 就会觉得 哦 台湾哪里去的都 都很美 这样子 但是 有一些台湾人自己 就会 觉得哦 因为他们从小 有在这个地方长大 所以会觉得 哦 这个地方玩险了 就很想去国外看看这样子 可是 我记得我一争执的时候 在想的事情是 这世界这么大哦 我们到底要看到 看到 看到多大的世界才会满足 就像 你看我是西部 萨尔万 这样子 去到台湾 觉得哇台湾很美 哇 然后台湾我 我这三年来 去过很多地方 就觉得哇 谢尿了 我想去再看更多的地方 去什么美国 去什么 什么澳大利亚 什么那些 看看这样子 但是 到底要看到一个什么程度才够 如果一直在追求这种 就是要看到更美更漂亮的风景 因为我整整这一辈子都在追求这种 我要看到更多 我要看到更美的地方 这样 可是那时候过年的时候我在想 因为我们西部也是有一些那种小小干坡的地方 有些小孩子他根本不知道这世界多大 那他会不会觉得 他家就是最最美最漂亮的那个意思 不知道有没有表达到我想要讲的 但是 插播 这里是 鼻头脚步道 简直太漂亮 这个人也很漂亮 风景真的是可以再美一点 而且这个只是一开始的 那叫什么 一开始的入口而已 简直还没有到最 最最最要开始走的地方 我那时候还很天真的以为 哇走到这里 哇可以结束了 万万没想到 等一下进去的风景才是更夸张 而且我还穿这样 整个就是那种 根本就不是来走步道的人 嗯 这样讲 就是要看到怎样的风景 才会够 才会满足 才会停下来觉得 好 这样就够了 其实我也没有答案 因为 我一直觉得 台湾看脚也是会闲 也是很想去看看国外的那种 但是 我觉得可能就 可能就 也没有答案 我也没有答案 我高中一毕业就来台湾了 然后回家的次数其实也很久久一次 这样一开始的时候是疫情 然后 不能回 然后 虽然现在疫情后 可是 每次也是四五个月回去一次 所以有一阵子的时候 其实我也在想 我的家到底是 台湾 还是马来西亚 我的意思是 马来西亚其实 是我出生的地方 可是 我安久久回去一次 其实我马来文已经不一很烂了 然后 可是如果待在台湾的话 还是会很想 家里的 不管是吃的食物 还是人 还是地方 就变成 我现在在一个 快毕业的阶段 每次身边的人问 毕业后要留台湾 还是回马来西亚 我真的最讨厌被问这个问题 可是又要 又要 又要 装出一个笑容 笑的这样 不知道 就像过年的时候 可能也被问很多 但是 我觉得要考虑的事情很多 但是这些关心 这些问题 我已经不知道 他们是 真的想要知道 还是只是一个 闲话家常 但是 因为这些问题 我会觉得 压力很大 因为我也很努力的在想 但是我就已经想不到一个答案了 是台湾还是马来西亚 哪一边才是我家 我应该要留下来 两个选一个 还是 想要 再去看 下一个地方 我不知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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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 應該是 一半的时候 就看到 這群 應該是家人吧 你就看到小孩子 你看他可以因为一个泡泡 泡 然后玩得这么开心 哦 我看到这个又开始又开始又开始想很多东西 嗯 就是 小孩子可以因为这样一个泡泡事情就这么开心 可是 我们以前也是这个小孩子 可是 因为长大之后在意的事情在乎的事情很多 过后变成 那个泡泡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 变成我们 要的东西越多 越来越多 要的是钱 要的是什么什么 然后 变成 这些小小的事情 其实 原本也是我们在意的事情 原本是这一点点事情就可以让我们开心 但是 我们变成了 所谓的大人 之后 就会觉得 哦 那只是一个泡泡 没有什么好玩的 但是 每次看到小孩子的时候我就觉得 哦 小孩子的快乐很简单 很单纯 就是 我们什么时候变成 要的那么多的大人 然后 然后 看完那风景过后 就准备回家 因为 又要再开会 农学校的事情 所以 简直就是 呃 夹梦中 休息 夹梦中 放手 然后 回去的路上 其实 都一直可以看到海 我觉得真的 真的很疗愈 哦 嗯 我觉得至少这一趟看到 看到海过后 有让我休息到 有让我 至少那几个小时 走路的过程 有休息到 然后 我们可以看海 你看那个蓝蓝的海 简直太快 而且我这两天天气有很好 因为瑞芳其实 其实是很常下雨的 但是 刚好这两天 都一直 打太阳 简直就是夏天了 给你们看漂亮的海 然后 我就要回去 继续开会了 又是各种开会 不知道到底 为什么要开这么多会 但是 还是要开会 然后 我们这个 Po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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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Podcast 就要到这里 结束了 结束了 我觉得 反正这个video 唯一都想要记的事情 就是 我可以去做到 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而且 我也真的做到 只要记得这件事情就好 然后 希望你们的耳朵没有烂掉 这个video 我是不敢再回来看第二边 因为这个蛤蜊的声音 我是真的听不回去 反正 对 就是这样 那 过后 学校 应该还是要再忙很多事情 但是 希望 我 都会 找时间休息 然后 有空的时候 都要休息 录Vlog 因为我真的是看回之前 以前的Vlog 会觉得 我真的太厉害了 然后 后面就是第三天 然后还有一首很好听的歌 大家 请听请看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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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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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